列车上,男人的手逐渐变得透明,可他却毫不知情,因为这一幕只有一同者小帅能够看见,这全部归功于他的特异功能,将死之人在他的眼里都会变得透明。 下车后,一个男人不经意间撞上了他的肩膀,等他回头看去,竟然是列车上的透明人。 此刻的他,就连身体也逐渐透明。 小帅悄悄地跟了上去,想要将他救下,却发现对方的头也消失不见了。 还没等他出生,下一秒,男人突然被汽车撞倒,直接领了喝饭。 亲眼目睹别人死亡,让小帅的内心很不适滋味。 第二天,他来到手机店准备维修手机,接待店员是小美。 交谈间,小帅很快对他产生好感,就当小美朝他要手机的时候,他惊奇地发现,对方的整双手都变得透明,似乎被眼前的一幕吓倒。 小帅连忙起身跑出商店,但当他回想起昨天晚上死去的男人时,他又犹豫了, 于是再次返回店铺,而这次小美的脖子也变得透明了。 眼看对方的死亡时间就要到了,小帅鼓起勇气,约小美下班后见一面。 对方虽然觉得很疑惑,但还是答应了。 就这样,小帅独自来到咖啡馆,一直等到了9点,就在他以为小美已经出事的时候,对方匆忙赶到。 这时,小帅注意到小美的手已经恢复正常,他连忙上前,握住她的手看了又看。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,才发现这样的举动有些唐突,于是便向小美解释了这一切。 但这样的事情很荒唐,他知道小美也许并不会相信,随即转身离开。 可刚走没几步,她的胸口就疼痛难忍。 看着安然无恙的小美,他猜测,这应该就是改变命运的代价,但他并不后悔。 第二天,小帅像往常一样给汽车抛光,没想到小美主动找上了他,还递给他一张报纸。 上面的新闻显示,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,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。 如果小帅没约他,也许此刻他已经命丧火海了。 知道自己的能力,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,小帅很高兴。 可没过多久,他的身边又出现了一个将死之人。 眼前的男人就要死了,他的手掌逐渐变得透明,最终全部消失。 这一幕全部被小帅看在眼里,因为他天生异同,能够看到别人的命运。 就在上午,一位员工擅自将顾客的车开出去兜风,老板发现之后,毫不犹豫地将对方开除,两人因此发生争执。 在这之后,老板的手就变得透明。 小帅怀疑开除的员工怀恨在心,准备伺机报复老板。 为了老板的安全,他果断邀请对方共进晚餐。 两人走在路上,老板的头变得越来越透明。 小帅知道,员工应该就在附近了。 他开始左顾右盼,神情也变得紧张。 突然,一个手持力气的男人冲了过来。 小帅下意识地帮老板挡住,老板因此获救,可他自己却遭到反噬,晕倒在了地上。 等他醒来之后,发现自己躺在医院,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。 就在他等待结果的时候,一个女孩从他的身边经过,而他的整个手臂都消失不见。 他刚想上前,就被医生叫住。 两人来到天台,医生告诉他,自己也能看见别人的命运。 他们都拥有福尔图纳之童,并告诫小帅不能擅自出手救人,否则反噬会越来越严重。 就算他暂时改变了别人的命运,也不能为他们今后的人生负责。 这番话点醒了小帅,于是他开始放平心态,还鼓起勇气向小美告白。 没想到小美欣然答应,就这样,两人很快陷入了热恋。 直到这天,顾客找他取车,他刚准备将钥匙递给对方,就发现他的手掌变得透明,很明显接下来会发生意外。 可想到医生的话,以及自己刚交的女朋友,他咬咬牙,还是将钥匙递了出去。 果然没多久,男人就因为疲劳驾驶去世了。 葬礼上,看着男人伤心哭泣妻女,小帅不禁开始怀疑,自己的选择到底对不对。 要是没将钥匙递出去,那就不会发生这一幕。 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,就连半夜也会被噩梦惊醒。 没等他平复好心情,紧接着又发生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。 地铁列车急迟而来,男人毫不犹豫地直接跳了下去,但他并不是想要自杀。 而是在救全车人的性命。 两天前,小帅一如既往地乘地铁上班,不经意间发现,前面乘客的身体突然变成透明状。 他起身往别的车厢走去,发现整趟列车的乘客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状态。 下车之后,他来到公园散心,突然一支啤酒滚到了他的身旁。 他将皮球捡起,准备将它递给小女孩,可就在这时,女孩的手也出现了透明状。 再放眼望去,其他玩耍的小朋友也是这样。 他连忙抓住女孩的手仔细查看,却被老师误以为是坏人。 这时,他注意到了地上的传单,原来就在这周五,幼儿园将举行户外游,出现的线路就是早上的那趟地铁。 为了验证,他来到了地铁站,发现后车的每一位乘客身上都变得透明,很明显是这趟车存在问题。 这个时间段也是小美的上班时间,为了他们的安全,小帅决定再次出手。 在这之前,他找到医生伸出手掌,让对方帮忙查看自己的寿命。 医生警告他不能再出手了,否则,等待他的将会是死亡。 但这次小帅没有犹豫,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人死亡。 他先是找到小美,约他下周五一起出门旅行,紧接着又来到老板的家中,和他做最后的告别,随后做好准备,坦然赴死。 到了周五这天,他刚准备出门,就收到了小美的短信。 原来带班的同事发烧,导致他不能请假。 小帅来不及多想,转身朝屋外跑去。 一路上,他忍着剧痛狂奔,好不容易走进地铁,列车提前发车了,而小美也上了那辆车。 他只好冲出站台,随手来信辆巴士,让司机送他去下一个站点。 好在这次他提前到达。 小帅穿过人群,发现站台不远处的施工人员身上也是透明的,看来这里应该就是出事地点。 眼看列车即将进站,他连忙将信号弹点燃,挥舞着他驱散周围的群众,而后毫不犹豫地跳下站台,小将列车逼停。 施工人员发现小帅的举动,不断催促着他离开,但他还是义无反顾,将信号弹高高举起。 列车紧急刹车,里面的乘客纷纷摔落在地。 与此同时,施工点发生坍塌,一旁的起重机也因此摔倒在地。 好在关键时刻,列车停了下来,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,而小帅却因为严重反噬,直接失去了生命。 他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全车人的性命,即使大家并不知情。 或许正是因了那句话,能力越大,责任也就越大。 如果你有一双看透生死的眼睛,会做出和小帅同样的决定吗?